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hello大家好 我是小鱼 刚才那个大门应该在港区工作过的人都熟悉 小鱼现在就在F区 小鱼受朋友的委托来F区办点事 其实小鱼对这个F区还是比较熟悉的 大概6年前也就是2013年 小鱼在这打过暑假工 在这也是满满的回忆 小鱼事情已经办好了 现在已经到11点了 咱们去找一个餐厅去吃点饭 再尝尝FG的饭菜味道怎么样 好一样未定 谁被心情侵 画的圈圈诛咒你 哦 其实我超级讨厌你 我的世界从此以后不能没有你 打口上吊一百年 许别好一样未定 打了个旁边 本体是我的声音 这种感觉有心要明晰 我看你 哈喽 小鱼现在已经出来了 也算是吃饱喝好了 其实喝好是真的吃饱是假的 因为那一盘菜 我基本上就吃了一小半 想一下吧 想一下这个FG的饭菜 和加工区的平行对比一下 第一个是用餐环境 加工区正通 这个FG的用餐环境 很明显不如加工区 体现在一下几点 第一点就是灯光 FG的太尔灰暗了 有点黑黑的 第二就是他这个餐厅 档口旁边 有好多就是说刷卡机 还有那个什么摆放的一些东西 然后用一个什么白塑料袋 盖住了就那一种 显得很不规范 这个FG的工友 如果你不服气的话 可以参观小鱼3月27号 我拍的那个我们加工区餐厅的视频 从饭菜质量上来说 加工区明显优于FG 我为啥这样说呢 因为我吃的那个是自卷 自卷我们加工区卖的是15块钱一斤 然后这边卖的是16 我并不是说这贵这1块钱 然后他就不好不好怎么 而是我吃的时候 里边基本上都是水 大部分都是水 就像我盛的那一盘菜的话 在我们加工区基本上就只需要12块钱 但是在这刷了我19块 要知道我以前的额度只有20块 这晚上让我吃1块钱了什么 不配不配 又事实说 小鱼刚才讲的都是实行了 本期的视频马上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有想要自行小鱼的 都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给小鱼留言 你只要敢留言 小鱼就敢回复 我是小鱼 我们下期节目见